这个男人正在疯狂锻炼 负重深蹲 在关键位置放上一把刀 提高他的控制力 吃的是活蝎子 睡的是铁钉床 苦练中国功夫 经历地狱般的训练 只是为了进监狱做准备 男人名叫铁柱 是一个专期童走的无良奸商 终日在法律的边缘疯狂试探 这天老田也都忍不了了 让他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他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延期六个月刑刑 铁柱本来就无所畏惧 三年过后他还是一条好汉 但当他听闻 监狱里的生活简直生不如死 不仅天天会被暴打 还有可能受到侵犯 铁柱一听 句话一紧 天哪这哪行啊 于是他决定用六个月的时间 让自己变得强大 他赶紧来到一家跆拳道馆 想学点防身的本事 结果课程进度实在太慢 铁柱的时间有限 老板却不接受铁柱的抱怨 让他愿意学就学 不愿意学就滚蛋 结果 铁柱被扫地出门 但也就是在这个街角 遇见了命争注定的那个他 这一看就是位绝世高人 铁柱赶紧拜师学艺 大叔从不轻易收图 看着铁柱家底封后 他勉为其难的 立马答应了 时间不多了 铁柱必须马上开始训练 先从一指神功开始 大师做完示范 轮到铁柱也试试 好家伙 这试一试的代价多少点高啊 或许是难度太大 换个太极试试 这是纯属找虐了 技能需要慢慢学 但体能也不可以落下 大师每天五点叫铁柱起床 用山火棍打他给他虚寒 还要夹住他的胸肌挂起来 锻炼他的忍受能力 这是把所有的苦都吃一遍 去了监狱也就不怕吃苦了吗 不过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铁柱的功力确实有所敬意 立志神功 他也能成功get 这下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他在监狱的生活了 师傅还还满意这个徒弟 但他还是告诉铁柱 他还有一个大师兄 只要不碰上他 铁柱一定无敌 就这样铁柱信心满满的进了监狱 这个男人正在找大块头单挑 所有人都不看好他 结果 三拳两腿就将大块头放倒了 还扒下了他的裤子 按大块头颜面尽湿 铁柱为了获得狱中第一高手的地位 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擂台 挑衅了在场的所有人 一个个上去与他单挑 统统成为他的手下败将 铁柱一战成名 成了大家都不敢惹的对象 最后离开时 还不忘给大块头来上一拳 这下嘴里的鸡牙全都掉了 出来炸到铁柱 第一天就立足了威风 虽然大家都恨毒了他 但无奈又打不过他 不愧是紧急培训了六个月的选手 入狱后的生活 简直就是风平浪静 突然这天 铁柱被带到点银长办公室里 点运长要求松开铁柱的手铐 结果 不用吧 铁柱早就自行解决了 点运长支开外人 给铁柱点上一只雪茄 倒上了最好的酒 这么好吃好喝的伺候 难道是要送他上路 想多了想多了 原来点运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准备将监狱这块地卖着去 转行做做房地产 而这方面铁柱算是专家了 他找来铁柱帮忙 如果他答应协作 一年后就可以让铁柱假释出狱 我的天好腐败 但是铁柱好喜欢 他这劳作的 舒服的有点过分了 他赶紧写信告诉妻子 一定要等他出去 他唯一放心不下的 就是害怕妻子跟他离婚 结果 大师这么做 一定有他的道理 虽然才刚刚入狱 但他在监狱的时光 所剩不多了 于是铁柱决定凭借自己的力量 对这所监狱做出一些改变 男人打开收音 开始了他的表演 跳完了一段 有意身心健康的舞蹈 铁柱告诉所有囚犯 大家不是生爱就是罪犯 犯了错 被抓进来是为了让大家悔改 而不是让大家每天继续打来打去 大家有缘 再相聚到一起坐牢就要好好珍惜这段缘分 而不是整日拳头相向 大家听了铁柱这番话 瞬间提获灌顶 大家有缘千里来相会 不如就在今天选出自己的心动男嘉宾 然后牵手成功 好家伙 没想到铁柱还肩负起了红娘的工作 解决了这群大老爷们的需求 大家纷纷被铁柱的演讲干话 从此以后 乌烟瘴气的监狱变得和睦温馨 大家在一起说错了话会主动道歉 好吃的还会一起分享 简直就是相亲相爱一家人啊 但典狱长看到这些不满意了 如果大家和睦相处 他就没法利用大家斗殴 引起暴乱 他还将将所有囚犯射差 把土地卖出去盖房子 这次他威胁铁柱 只要让囚犯能回到原来的样子 铁柱就能马上获得假释的机会 这条件对铁柱来说的确有一些诱人 于是他一改往日的态度 告诉大家不必假装和睦 大家一看铁柱都这样了 于是又开始打打闹闹起来 典狱长看了相当满意 立马安排了铁柱与假释官见面 可是当他静静的坐着接受盘问时 脑子里浮现的 竟然全都是兄弟们和睦相处的画面 于是他还是决定 不能抛弃兄弟 要去操场阻止典狱长开枪射杀 可这时 典狱长身边的管理员走了进来 原来他就是师父的大徒弟 按辈分铁柱得叫一声大师兄 突然 果然是大师兄啊 功力好像要强一点点 但铁柱为了兄弟们也拼了 抓住大师兄的胸肌 再来个360度的旋转 最后加上他六个月修炼而成的一指神功 看来师父偏心 有些东西只交给了铁柱 他立马赶到外面 兄弟们气势汹汹 马上就要开战 突然 原来这是一场广场舞的battle 铁柱松了一口气 但典狱长却恼羞成怒 拿起枪对准了铁柱 突然 好家伙 妻子哪来这么好的身手 原来是做了师父的关门弟子 铁柱和妻子成了同门 却总看不出其中有什么不对 算了 蒙在鼓里也算挺好的 就这样 铁柱凭借着优秀的表现 不到三年就提前释放 每个人都不舍得与铁柱道别 看来铁柱做人还是很成功的 尽管他可能还是被蒙在鼓里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记得点赞评论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